下一場的贊助一程是我們這次的贊助夥伴之一 是IO實驗室 然後也是 known as IORG 然後他們今年呢 就是在台灣就是很多地方 就是建立了一些研究 然後他們也有在 他們跑遍了全台灣 然後辦了非常多就是 資訊判讀跟媒體試圖的工作坊 那今天就是會由 IORG實驗室的共同主持人王熙 來跟大家講這個議題 那我們歡迎王熙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事實上跟GVSAMI我覺得還蠻有 我記得上一次的時候 還在台北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參加一個工作坊 那上一屆跟這一屆都沒有缺席 我覺得是蠻 我自己對自己來講 覺得蠻棒的一件事情 那首先 先直接來說這個標題其實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個共同主持人命名的 但我一直覺得這個標題真的很有趣 很有這個GV的感覺 就是大家知道MND.gov.tw是什麼的網址 有人知道嗎 是國防部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面對這件事情 如果有一個民間的國防部 有沒有可能可以讓台灣現在所面對的問題變得可能好一點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一個想法 那近年來其實台灣人很多人 大家在網路上面 大家一直提到這個資訊站 假消息 大家應該都對這個事情都很有感覺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們在這邊就不去談 就是到底有什麼假消息啦 到底是什麼 這個我們在很多講座的時候 常常會提到 但我想今天在這邊我們不需要 特別去談 什麼是假消息 什麼是假訊息 假訊息有多少定義 什麼是假新聞 那近年來其實很多人提到一個是認知站 認知站其實就是一個改變人認知的一件事情 那資訊站 假消息 認知站這些東西 近年來在很多網路上面都聽到 但是有沒有可以比較直接 很多人都想問這個問題 有沒有一個直接的證據可以來去證明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有沒有一個可以公開檢驗的方法 這是我們一開始 Io研究室在成立的時候 IoRG一開始我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能不能用一個公開可以檢驗的科學研究方法 成為我們一開始在想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事實上資訊操縱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說穿的 很多人會說它有很多定義 包含說它可能有一些政治的目的在裡頭 或者是它可能會有一些不實訊息或扭曲的事實 它不一定是完全是假的 相反的其實在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講 或我們的研究裡面發現 其實完全是假的東西要讓人相信是很難的 往往是掺杂一些真真假假的東西 那其實說穿的就是有的人會相信它 其實說穿的就是這種相信我之數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 有沒有可能我們要怎麼樣去破解這些相信我之數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研究室在討論的時候 一開始的一個命題就是 能不能用真實的東西來去對抗虛假的東西 我始終相信用假新聞沒有辦法對抗假新聞 我沒有在指現在什麼 也許有人認為有些政府或是政黨會做一些假消息的操作 我始終認為假消息沒有辦法來對抗假消息 那Io研究室是什麼 其實這邊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Io研究室其實我們在去年底的時候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包含資料科學家 還有一些新聞媒體的工作者 像我自己過去幾年來大概都在做一些新媒體的工作 然後還有一些當然需要工程師我們來做一些資料的分析 然後以及特別重要的事情是找到台灣各地的一些公民團體跟組織 我們希望有一些草根的一些內容的加入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開始去記錄跟理解台灣各地有哪些資訊操弄的形態存在 然後我們在經過一些研究之後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說我們的研究成果 在經過一些研究之後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認為對抗資訊操弄最重要的一個命題 其實最重要一個方法其實是加強台灣的整體公民社會的資訊判讀能力 但這是一個理想 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其實非常困難 也許今天比起說我們來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覺得也許也可以聽到大家有什麼樣的一個回饋跟feedback 那這是我們的資料來源 事實上呢包含非常多的是GIV的一些專案 那真的要非常感謝GIV這樣的一個社群持續的存在 事實上在過去就算不談IORG這個研究 在過去的時候其實非常多的新媒體或是社會團體或公民組織 其實都常態的在使用GIV這樣子的開放出來的一些轉案的成果 其實這個是我覺得GIV在台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包含說像ZeroArchive 然後像New Steve 然後像這個TVLogger 這個電視的這個內容 那還有就是我們也用我們自製的一些工具去收集FB的公開貼文 還有我覺得這個更困難一點是YouTube的一些影片 還有一些透過地方各地的組織 其實大家都知道封閉群組裡面的訊息跟公開 臉書公開的一些訊息的樣態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也去收集了一些封閉群組的貼文 那再來就是那個還有就是像那個微博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最重要是要了解到台灣的資訊操弄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在最近其實越來越多的這個講座當中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就說 很多的資訊操弄啊或很多的假消息啊 那什麼樣的假消息是我們特別要去研究的 或我們特別要去關心的 曾經我在一個講座的最後面的時候 被一個參與者這樣子問到 他說你跟我說了那麼多的假消息 那你怎麼不說 你說中國那麼多假消息OK啊 那你怎麼不跟我說民進黨也做資訊操弄 非常非常強力 他還說民進黨你看那麼多假消息啊 我後來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民進黨也沒有做假消息 我不知道因為我們專門在研究的是中國對台灣資訊操弄 但我個人我個人相信 事實上現在很多人喜歡講所謂的大內宣 就是民進黨政府在做所謂的大內宣 那事實上以前國民黨政府有沒有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有沒有 也有 那我說我個人相信國民黨民進黨許多的政黨 甚至是其他的國家不管是美國日本 他們有沒有做任何的大外宣呢 我相信可能都有 不然我們怎麼那麼想去日本玩呢 看到那些日劇的時候我都很想去日本玩 我都覺得日本看起來很漂亮 那回來我後來那天問他那個 反問這個參與者一個問題 你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騙你好了 他對你做資訊操弄騙你 他想騙你什麼 他後來很氣憤的說 當然是騙票啊 騙你選 騙我們選票 那我問他說 那你覺得美國啊日本 如果對我們做資訊操弄 他想騙什麼 他非常激動的說 當然是騙錢啊 你看美國都騙我們買一堆破銅爛鐵 我們先不論裡面內容事實如何 我最後問他 那你覺得如果中國對我們做資訊操弄 他想騙你什麼 即便是他非常的 對可能對民進黨政府非常反對的立場 他也必須 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情就是 中國對台灣資訊操弄 當然是為了統一這個目的 統一併吞台灣這個目的 我後來就問他 我後來就跟他說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關心中國資訊 對台灣資訊操弄的原因 為什麼 國民黨跟民進黨騙票 那了不起你這次被騙了 下一次就不要投給他就好了 你還有投票的機會 你下次不要投給他 你被騙錢了 嗯 了不起你就努力多賺一點錢 或者是你下次就不要再被他騙 可是一旦你被中國 台灣如果真的被中國騙的資訊 曹農真的被騙成統一了 被併吞了 我都開玩笑說 這是一場不可逆的化學反應 我們從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變成一個獨裁威權的生活方式很容易 但是要從威權獨裁的生活方式 變回去民主自由的方式很容易嗎 我問他這個問題 他也沒有辦法回答 我跟他說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對台灣資訊操弄這件事情 是我們認為 台灣現在當前資訊環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必須了解到 中國對台灣的敵意 以及中國對台灣使用了什麼樣的戰術 我們才有辦法去做防範 一旦我們在這場戰爭輸了 我們就沒有回頭的機會了 幾乎沒有回頭的機會了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提到說 很多的假消息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會去研究微博的貼文 我們現在也確實正在努力的尋找 也正在研究 在各種議題當中 有哪些議題是先從微博發聲 結果這樣的論述或這樣的內容 逐漸的滲透到台灣 在FB或是在9的群組裡面會看到 所以我們當然會去收集微博的貼文 以及各地的志工 還有很多合作的學者會回饋我們一些資料 我們都非常感謝他們 這邊我就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就好 事實上在我們的研究成果當中 IORG的研究報告我們在10月20號的時候 才發布了一份報告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都有 事實上詳細的內容大家可以去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全部講 我這邊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今年上半年台灣上半年 大概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最重要的一個假消息 或者說資訊操弄 大概很明顯就是武漢肺炎 我在很多地方的時候都會講這件事情 大家都聽到武漢肺炎期間 大概今年大概可能6月以前 非常多的假消息 我很多人說有沒有看過這些例子的時候 很多人一時間都沒有辦法想起來 但是仔細想一想的時候都會發現好像聽過 很多人這也一樣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 今天我們在講武漢肺炎的假消息 有一類的假消息是那種純粹說 你每天早上起來喝三杯溫鹽水就可以防疫 這種東西你不相信也好 相信了大概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損失 但是有一些東西可能真的會造成一些損失的 我這邊都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時候我們在蒐集資料的時候有看到 蒐集訊息的時候有看到非常常見的一種假消息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如何可以防疫 每天早上起來鼻孔低相有 大家有聽過嗎 鼻孔低相有 有人聽過是不是 有人聽過 那你有做過 身邊有朋友有做過嗎 我真的認識身邊有朋友真的造作 就是我一個朋友的爸爸 他就是真的是每天在那邊鼻孔低相有 那當然低到後來他改噴酒精 沒有比較好 後來他去看醫生了 這是一個例子 這類的例子可能會對我們的身體直接造成影響 但我現在舉的這些例子 他並不是直接對身體造成影響 他會對什麼造成影響 對我們的認知 對我們所想的事情造成改變 我覺得從這邊來看 這邊可以看到 這上面其實有七個論述 非常的複雜 第一個 所謂的B31那個地方 6600人死亡是什麼 當時的背景其實在台灣1月底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情況事實上是 台灣剛開始去對中國斷行 就是禁止中國人來台灣 結果當時在電視新聞上面 就開始出現了一種報導說 美國流感當時死了6600人 遠比武漢當時的武漢肺炎死的更多人 於是就有這論節目的名嘴 這邊我們也直接講 就是TVBS的這個邵康戰情室的主持人 趙邵康就在節目上面說了 說那美國現在流感死了6600人 比武漢肺炎還要嚴重 那我們要不要進美國人來台灣 這樣的一個論述 乍聽之下非常的有道理 而且這是我很常舉的一個例子 原因是它完全不是一個假消息 它是一個真實的數據 這個數據來自於美國CDC 所以它是一個真實的數據 乍聽之下非常的合理 美國流感死了比較多人 而中國武漢肺炎還沒有死那麼多人 那我們要不要進美國人來台灣 聽起來非常合理 但事實上仔細想想 如果你想得多一點就會發現 美國流感跟武漢肺炎的情形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疫苗有沒有特效藥 跟傳播的方式 人類現在當時對它了解程度完全不一樣 但是它用這樣的方式很容易 形成我們所謂的帶風向 這又是一種我們常講的 它用真實的資料看起來很真 更容易騙到人 那大家可以看到後面 這個B51的部分 日本招日新聞還有B52 潘懷中 這邊我都特別講的原因是因為 B51招日新聞 日本招日新聞 竟然在當時網路上面出現了一種 一種說法叫做 招日新聞都說 美國早在武漢之前就爆發 新冠肺炎 這是真的嗎 事實上呢 當時這個大家都可以直接去查 招日新聞 他有出一支這樣的影片 但是並不是講這樣的一個內容 但在網路上面就被直接移花節目 這也是在做這種資訊操弄 常見的一個招式 就是訴諸權威 用某一個好像有公信力 有權威的媒體 但是移花節目之後 然後他好像有提到一點點編 於是就可以把它渲染過度解讀成 另外一種這個他想要操弄的方向 那B52潘懷中就更不用說了 潘懷中大家知道是誰吧 潘懷中也是一個台北市議員 但他也常常在上很多的政論節目 特別是一些醫療保健的節目 但其實他不是醫生嘛 但他卻常常上這些節目 而他最有趣的事情 他在一次政論節目上面 引用了一個論文說 美國是武漢肺炎的源頭 武漢肺炎病毒的源頭 有論文看起來很棒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網路上面 就會看到非常多的訊息 不管是公開的群組 或者是封閉的群組 都會看到這類的貼文 就會看到說 連潘懷中博士都說了 而且有論文看起來非常真 事實上那個論文是來自中國 而且在當時那個論文 還沒有經過審查 但是他就直接拿這個論文拿來講 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有論文有依據就是真的嗎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像B41 B42 B43 更誇張的是提到 美國病毒實驗室外洩 或者是美國製造生化武器 美國在武漢軍運會的時候 把這些病毒 把這些士兵當成生化兵 帶到武漢去 然後才傳染出武漢肺炎 這些所有的論述 一直到最關鍵的一刻 就是B53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這個貼文 這個是推特上一個貼文 我相信現在可能大家 有點沒有印象 但其實在當時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 在3月12號的時候 把這所有的論述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在提的一件事情 不是只是鄉野傳說 好像有聽到什麼樣的消息 而是中國直接用這樣的方式定調下來 他在這個貼文裡面就說了什麼 他就說美國什麼時候有第一期的病例 零號病人 美國的這個 美國流感 有多少美國流感案例 事實上就是武漢肺炎 然後他最後說 有沒有可能是美國 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 所以他等於就是結合了這幾個論述 全部合在一起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所以簡單的說 本來是各種多元的論述 各自獨立發展 但是最後在趙立堅這一篇集大成 下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在臉書上面 就是我們在這個收集臉書的公開貼文當中 可以看到他們傳播 最高的那個紫色的那個高峰 就是3月12號趙立堅的發文 所以你可以看到趙立堅的發文 一旦發了之後 它事實上並不是沒有形成影響力的 在臉書上面有非常 行程非常高的分享 那這些這幾個這個圖 其實在我們的報告裡面都有 OK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影響力 那這個是這個封閉群組 這個我要特別講一下是 這個是封閉我們 透過我們的資料集當中 收集到封閉群組 講直接一點就是LINE的群組 LINE的群組裡面的貼文 但這邊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不可能收集全台灣所有的LINE的群組的資料 我們相信我們收集到也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只是從這邊 我們必須說只是從我們這個取樣裡面 看到一些這樣的數據 藍色的部分 是所謂親中的不實訊息 這邊這個 關於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FB的公開貼文跟LINE的群組裡面的訊息 其實有不太一樣的發展的太一樣 在臉書上面一些可能已經被事實查核過 知道是假消息的這種訊息 可能傳遞的速度就會減緩 但是在LINE群組卻未必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最右側那邊有一個藍色的高峰 在四月中接近四月底的時候 那個高峰是在傳什麼 傳武漢軍運會 也就是說美軍在武漢軍運會的時候傳遞疫情 但是美軍在武漢軍運會傳遞疫情這件事情 早在三月中就已經被澄清過了 在LINE群組卻在四月中的時候 又來有一波高峰 為什麼 我們對照當時發生的 台灣發生的主要的大的事件的新聞是 當時台灣有敦目見 染疫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連結就是 在LINE群組裡面會發現 即便是已經被澄清過的假消息 仍然有可能這個重新捲土重來 只要搭得上時事它就可以再炒一波 好這邊是我們也收集到的 所謂的連續貼文的這個 協同行為現象 我們以6600人這個例子來說 這邊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例子 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6600人我們剛剛講6600人那個例子當中 我們發現在我們所有的資料集當中 有一些粉專特別奇怪特別有趣 他們會連續發文 而且分享同一個連結 什麼叫分享同一個連結呢 他們就是完全一樣的一個連結 而且在同樣的一個小於一分鐘的時間內 所以這聽起來就蠻有鬼的 而且一次是巧合吧 但是他們很多粉專是連續的 有這樣的協同行為 協同行為是資訊操弄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算戰術 為什麼 因為它就可以做到的是 講直接一點就三人稱呼 那尤其特別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是下面這個地方 下面的這五個 非常值得拿出來討論的是 這五個粉專 名字我們都先不管它 我們要強調的重點是 這五個粉專他們都分享同一個連結 怒吼 怒吼是一個內容農場 台灣的一個內容農場 但怒吼這個連結呢 在我們整個FB的資料集當中 其實就只出現這麼五次 也就是說這麼巧的一件事情 就有這五個粉專在這個時間 幾乎同一時間 怒吼這個幾乎沒有人在傳的連結 是不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這個都有一些證據 可以來幫助我們去證明 具有這樣的一個協同行為在 好這是我們研究報告的 Key Findings 那這邊我也不一一念 我只講幾個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我們嘗試用科學的 公開可驗證的方法去證明這件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看到 有所謂的群聚發言 就是剛剛講的協同行為 下一個更重要的是 K5這個發現 我們定義了一個東西 叫做在地協力者 在地協力者我們認為 他是中國對台灣資訊操弄 能不能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所謂的在地協力者指的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 趙少康 潘懷中 這些名嘴 不只他們啦 非常多人 為什麼我們講這些名嘴呢 我們並沒有說這些名嘴他 我們並沒有說這些在地協力者 是不是收中國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這件事情我們無法證明 但是就他的客觀行為 確實可以證明他 對於這個論述的資訊操弄 有這個幫助的效果 所以我們說 這是在地協力者 也不只是名嘴 還有一些特定的粉磚 還有一些特定的粉磚 那這個我們在 這個我們報告裡面都指出來 這也是我們很希望可以指出來 來讓大家了解到 在地協力者的重要性 特別重要要指出來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們 我都這樣比喻 如果我們現在講防疫 很常在講疫情 如果我們把資訊操弄 也當成是一種防疫的話 像回想一下我剛剛講過的 簡單的幾個例子 誰沒事會去看中國的論文 我們不會 但潘懷中會 所以如果沒有潘懷中的話 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 如果沒有潘懷中的話 那個中國論文所帶有的訊息 是不會進來台灣的 所以它就有點像是一個破口 就有點像是一個破口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要防疫 面對資訊操弄的時候 我們更特別要注意那些 在地協力者 這邊簡單的說一下 這幾個研究成果 歡迎大家可以來跟我們 提出一些指教 那這邊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這邊其實接下來 就是請教大家的時間 我們在整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說我們認為 防止資訊操弄的作戰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要提升整個 公民社會的資訊判讀能力 這是我們的大戰略 而我們認為 戰術是更多的公開資料 適當的更多的公開資料 以及更多的公民參與 會是我們最良好的戰術 也就是說資訊操弄它本身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講 就是一種相信我之術 我們在相信一個人的時候 或相信一段論述的時候 能不能比較有評有據一點 過去台灣 我不知道也許是教育的關係 我們很習慣一種由上而下 被教導了什麼 我們就接受什麼 對抗這件事情 我們也許需要更多的是 由下而上的賠力 以及很多的資訊不對稱 可能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或者是過度信任 所以有沒有可能用更多的資訊公開跟普及 來對抗這樣的一個資訊操弄 所以IORG我們在今年 跟很多地方的公民團體合作 我們在各地辦了將近60場的工作坊 然後直到現在 那這個是跨族群也跨年齡 而且整個幾乎全台灣只剩一塊 就是雲林還沒有去 我們這邊也熱烈歡迎 有沒有雲林朋友跟我們合作的 我們任何地方只要我們時間排得出來 我們都可以去 我們都很樂意去跟大家分享 事實上我們這個圖出來之後 馬上就有雲林的朋友跟我說 說這樣子好像這個對雲林人很不好意思 所以他馬上就問我說 不行他一定要想辦法排一場 現在還在喬時間 好那這個是實體面對面的 面對面的 而且年齡層不管 甚至有的是校園在學校裡面的 有的是學校老師 有的是社區的長輩 有的是爸爸媽媽都有 那所以呼應 今天早上有這個基調座談的時候 提到說防衛民主 我們也認為說 我們現在當前台灣的民主 面對一個很 事實上不只台灣民主 可能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都面對到這個問題 就是資訊操弄這件事情 所以他已經是一種全面的戰爭 那面對這件事情 要如何提升台灣的公民 資訊判讀能力 其實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講到強而有力的個體 有強而有力的社群 可以來協助有助於防衛民主 而強而有力的社群 應該來自強而有力的獨立公民 所以我們認為 像GNV這樣子的社群 其實非常值得敬佩 也非常值得持續發展 而各地如果有更多 在各種領域有更多像GNV這樣的社群 將會是對台灣資訊操弄 應對資訊操弄 最好的一個防衛措施 最後這邊 首先先感謝 就是過去我們使用了多少 GNV的開放的資料 跟公開資料 那包含Zero Archive Cofax 跟TV Logger 還有New Steve等等 那我們未來也會持續的公開 我們也願意公開 我們在這段研究過程當中 所收集到的一些資料 跟訊息 那我們也持續的來去進行公民參與 包含剛剛講的這些工作方 那也歡迎各地的夥伴來加入 最後求助的時間到了 求助的時間是 我們這也可以某方面來講 也許也是我們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難 拋出來讓大家了解 我們非常誠實的告訴大家 我們什麼能做的 什麼不能做的 那我們還沒有完全做到的 包含 其實累積或者觀察封閉群組的資料 是所有現在在做這類 或者大多數在做這類 調查的人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我們 也許大家一起來提供 發想有什麼樣更好收集 封閉群組的資料的方式 再來影音內容的這種資料 我們目前處理的都還是文字舉多 因為文字還是受限於一些電腦科技的關係 所以還是比較好處理 但是影音的內容 我們有觀察到 是台灣這一年來 其實越來越多這類的 形式的資訊操弄 所以要怎麼樣去面對影音內容的處理 也想求助 再來人際滲透我們也發現 更多是口語型的人際 口語 口耳相傳的 不一定直接單純透過線上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持續的在找一些 有對於青年交流 宗教經濟等等 這些或社區 人際滲透有研究的研究者來協助 也歡迎更多這樣的研究者加入我們 最後我們會開發成一個網路關係 指出那些重要的破口 就是在地協力者 最後明年3月的時候 我們將辦一場研究論壇 學者論壇 我們除了預計發布最終的報告之外 也希望透過這場論壇 建立跨國的連結 包含國內外各個研究者的串聯跟交流 最後也希望透過這場論壇 可以達到更多的資訊公開跟普及 來強化台灣整體的防衛意識 跟資訊判讀能力 那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因為時間的因素 所以我們就是剛好王熙剛剛在簡報裡面 也有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關於封閉群組這件事 然後有一個人問說 要如何取得LINE群組的資料 然後如果無法取得有足夠代表性的資料的話 是否表示這部分的研究結論要保留看待 那王熙要回答這一題嗎 我們都非常誠實的直接說出來 就是我們可以蒐集到多少資料 包含資料的數量 然後群組的數量 其實我們現在大概總共蒐集了超過100個群組 就是LINE群組的資料 我們蒐集了超過100個群組 然後目前應該超過幾萬筆 兩萬筆 我記得數萬筆的資料 那我們當然也不敢保證說 這樣的資料能不能對應 或者是對於全體來講 有多少的 應該說指涉到整個全體 有多少的比例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我們的研究 基本上都講得非常清楚 是就我們的資料蒐集到結果 可以指出這些現象 所以我們也都非常歡迎 或者是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公民組織 我們知道有更多的公民組織 或者是研究機構 其實擁有更多的資料 也許大家可以做什麼樣的交流 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共享 其實還是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問題 就是越多的資料開放 當然是適當的方式開放 有助於建立台灣整體的防衛意識 跟整個協作跨部門的合作 合作的研究 所以我想這部分應該 只靠IORG一個團隊是不可能的 對 好 最後想請王熙 最後講一下 2020後半年 你覺得最重要的資訊戰主題 以及你覺得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2021年的狀況了嗎 2020下半年嗎 2020下半年的話 美國大選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與美國相關的 那我們確實現在有正在研究 與美國相關的 資訊操弄的議題有哪些 但是 美國、中國、台灣三方的關係的議題 其實非常的多 所以要怎麼樣 這個梳理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還在做的研究 但我可以先跟大家說 其實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跟美國有關的議題蠻多的 那2021年的話 這個有點難以預料 但是因為明年有公投 所以明年可能會有公投 保守一點 明年可能會有公投 那所以跟公投有關的一些議題 應該會成為這個資訊操弄的主題 以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說 在選舉 比如說在台灣好了 大選的時候 或者是像 今年年中有罷免跟補選 還有像美國大選 因為選舉就是民主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政治 權力移轉 或者政治樣態改變的時候 所以會是最多資訊操弄 出現的可能性這樣 好 那我們謝謝王熙跟IORG研究室 那我們今天就是第二場議程 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王熙等一下會在這邊 就是回答剩下問題嗎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那就歡迎大家如果有更多問題 可以在台下問他 然後我們就是謝謝王熙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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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